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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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交友男嘉宾刘武军 年龄50岁 身高1米66 职业金融行业 年收入5到10万元 婚姻状况离异5小孩 我是湖白人 是1989年来重庆这边读书 当时就在重庆这边三好 水好 人更美 所以说就留在重庆了 到现在已经有二三十年了 我那个前妻也是在重庆 2000年的时候有过一段婚姻 由于工作的原因 因为我这个人喜欢在外面闯荡 我那个前妻她就喜欢那种居家型的 就希望我在重庆 但是我就喜欢往外面跑 当时工作的分配的时候 为了个自己出来闯荡 为了个事就结束了我们这段婚姻 我现在主要是想找一个 第一 有个演员嘛 大一点 小一点的无所谓 主要是我们能在一起 能有一个共同的语言 她有多漂亮啊 她有多高啊 我这也不在乎 主要是这个心能 就是说能进居地拉近 男嘉宾的择偶要求 一 有演员 二 聊得来 性格合得来 刚刚我听刘大哥说起来 其实到重庆已经很多年了 对 七十年的 您之前的那一段情感经历 就是前妻是不是重庆人 就是重庆本地人 哎呀 你看吧 没死没死 结果还是有遗憾 对 所以说我在重庆落家 就要找一个重庆本地人了 所以就留在重庆了嘛 那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有小孩吗 在一起没有小孩 没有小孩 对 那离婚到现在又多长时间了 哎呀 有十几年的 十几年 你中间又经历过一些 什么情感的经历吗 肯定经历嘛 肯定要找个嘛 但是有时候不获释 也不获释 我这个呢 不能跟别人你说负责到底 也尽量就不伤害别人嘛 你不能对别人负责到底 什么意思 我就说啊 不能给他幸福 不能给他一个稳定的家庭 你为什么不能给别人 一个稳定的家庭 负责任的家庭 哎呀 你像我在外边呢 经历也多嘛 心情深的都有 现在这个社会啊 竞争也比较大 再过我这个工作也不是很稳定 所以说有时因为 你这个所谓的 你不能给别人一个稳定的家庭 是指的你的心态 你的这个对家庭的责任 还是指的你的养家的能力 责任一方面 养家的那个能力也有一方面 也不是说很好 也不是很差嘛 就是啊 比如说过那个平平淡的日子 也能过得去 但是我也不想过那种平淡的日子 所以这十几年你都没有再婚了 没有 都是一个人 都是一个人 因为我发现刘大哥 是一个蛮有故事的人 你这十几年都没有变吗 没变 还跟当初一样的想法 一样一样 你现在已经50岁了 对 你20岁的时候想法一样 一样 那你现在到底对于感情 对于家庭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和想法呢 现在啊 就说因为岁数大了嘛 父母亲也比较着急了 着急了之后 你这个父母亲确实着急啊 儿子50岁了 哪有儿子50岁了 父母还在着急的 个人问题的 对对对 所以说还是希望就是找一个过格子嘛 踏踏实实地过完后半生嘛 但是至少我也不会让他跟着我 单肩手帕嘛 别的平常上班了 这就是我想接下来问咱们刘大哥的一个问题 从20多岁你就开始一心想出去闯荡一番天地 甚至因为这个和自己的前妻 发生了观念上的冲突矛盾 导致感情破裂离婚 这十几年 你一直也是坚持这样的一种想法 现在已经人到50了 那到底你现在闯出什么天地了 天地也没闯出来 但是相对来说比以前了 因为远的以前嘛 工作嘛 待遇比较好 那个时候不懂事 不懂事打牌收了不少钱 收了不少钱 因为我单位性质比较好 我待遇也比较好 再过我的位置也很好 就是说我感觉得出来 刘大哥身上还有那么一丝的这种自豪在里边 就是远的不懂事嘛 把钱都花完了嘛 就是人到这个年纪了之后 经历了不少 还是回到现实之中 所以现在刘大哥想清楚了 希望找一个踏实一点的 对对 稳定一点的 对对 一段感情和婚姻对不对 对对对 经过一番了解之后 我们发现 男嘉宾虽然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但如今50岁的他 仍对自己的梦想抱有憧憬 同时也渴望有一份稳定的感情 那这样的他和怎样的女士更加匹配呢 今天我们这位男嘉宾刘大哥 虽然50岁了 然后呢也单身了这么长的时间 不过他的心态其实跟年轻的时候 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变化 我觉得这个反正有利有弊吧 好处是他心态很年轻 但是可能缺点就是 始终可能要跟他在一起的人 都会感觉到有点压力 对于他的这种 有点漂泊的这种状态 还有他的心态 就不知道这个女方会不会接受 那我觉得应该给他找一个那种 同样是心态比较年轻的这样一个女生 可能会好一点 然后对于稳定这一块 可能到他们这个年纪的话 大部分人还是追求稳定的 可能我们也要给刘大哥 就是跟他聊一下 让他自己也要就是稍微稳定一点 因为我在想 刘大哥他之所以 愿意在单身这么长的时间之后 来到我们的节目相亲 其实就像你说的 他肯定这个时候的心态是有变化的 对 他肯定是希望稳定的 但是有可能他眼中的这种稳定 跟更多的同龄人相比之间有一些区别 他的这种所谓的稳定 并不是指的我可能每天出来 溜溜弯打打牌喝喝茶 对吧 抱抱孙子 他可能还是有自己在自己生活上 事业上的一些规划 那首先第一呢 看女方能不能接受 第二呢 就看女方愿不愿意跟着他有一些改变 那还有呢 我发现这个刘大哥 他的性格其实还是挺好的 挺外向的 挺外向的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如果能够帮他找一个 愿意跟他一起 就是比如说听他唠嗑 听他说话的人的话 对 首先第一 女方应该会比较的乐意 第二我觉得反过来 刘大哥自己也应该会很开心 因为一个想说话的人 他一定愿意找一个去 愿意倾听他说话的人 对 找一个倾听者 可能对于他来说更好一点 好 年纪上面我觉得应该 他自己说的年纪 大几岁小几岁都无所谓 我也主要就是聊得来 那所以50岁左右 应该都比较的符合他们的这个要求 是吧 好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方向去寻找吧 好 那我去看一下 经过一番讨论之后 我们确定了适合男嘉宾的女嘉宾 并且和她进行了一番沟通 在取得女嘉宾的同意之后 安排了今天的见面 大家好 我叫唐秋 今年54岁的 我是重庆人身高1米5 我一般都是从事这个服务行列的 月收入的话 一般只能是三到四千 本期交由女嘉宾唐秋 年龄54岁 身高1米50 职业服务行业 月收入3到4千元 婚姻状况 离异 儿子跟自己 我一般没得特别的兴趣爱好 只是一般都是待在家里头 打扫一下卫生 反正是偶尔出去逛一下 我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也是仅别介绍的嘛 对性格方面有点分歧 因为她比较喜欢打牌 喝酒 所以说有事儿 经常发生矛盾 最后呢 都导致立分了 我现在想找一个 其实也没得好大的要求 只是相对来说的话嘛 能够持家的 经济方面我也没得太大的要求 还是要把那个家庭照顾好嘛 没有啥子 过于的那些不良事好 女嘉宾的择偶要求 一 顾家能够养家就行 二 无不良事好 这个唐姐虽然今天是主角 但是你刚刚走过来 我真是情不自禁的 想先感叹一下旁边这一位 这一位女巨人 我的小侄女 侄女 对 我大姑 叫什么名字 我是牛 叫我小刘 小刘 小刘 小刘个人问题也没解决 还没 那你今天陪你们叫什么大姑来 小刘是陪我们大姑 你们叫一条战线上的 要参考一下 对 你先介绍一下吧 在你的眼中 大姑是个什么情况啊 什么性格啊 就是像你们看到的这样 我大姑就是性子非常温婉 很温柔很温柔 平时说话做事 都是非常周到 也非常贤惠的一个人 像我跟我表哥 就是她的儿子 我们是从小一块长到大的 然后大姑对我也是非常照顾的 就没有说是你是外人嘛 没有这样的意思 当自己的女儿一样 对 心地善良 非常善良 唐姐你觉得就是 现在一个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其实怎么说呢 经过前一段婚姻嘛 好像觉得都没有信心了 以前没有考虑吧 不过现在随着这个年龄呢 好像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半楼了 而且孩子也大了嘛 孩子也大了 孩子多大了 我现在孩子二十多岁吧 儿子还是女儿 儿子 离婚多少年了 差不多有七八年了吧 七八年都没有再婚吗 没有 就主要是因为你觉得没有碰到那么好的人 还是说你对自己没有信心 已经都没有信心了 这种没有信心主要是指哪一方面 就是怕又再遇到像以前的这种情况 唐姐你自己觉得你现在想如果想找一个 想找一个什么样子 找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 嗯 在一起嘛 毕竟来说还是要过得开心一点的 怎么样才能够让你开心 有没有具体想过 怎么样才能够让后半生的生活过得开心 丰富多长 必须说那个皇子的话肯定要有地方做 所以自己的 皇子 对啊 工资的话呢 基本上还是要能够能够有一点保障才行 侄女同不同意自己大姑的这样的一种想法 那肯定也是同意的 但是就站在我们年轻人的角度来讲的话 因为我大姑她太内向了 太温柔了 我就希望她的另一半可以稍微外向一点 可以懂得浪漫一点情绪一点 毕竟没有享受过 所以希望以后能弥补这一方面的 那个就是 但是你这个会不会是年轻人的想法和要求 到了他们这个50多岁左右的年龄阶段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还跟年轻人一样的要求 你怎么看 黄昏恋也是可以很浪漫的呀 唐姐的想法呢 当然也是希望这样子的呀 能够怎么说呢 以前没有经历过的 现在也不想弥补起来吧 是是是 经过跟两人的一番沟通 再将他们的择偶要求进行比对 两人的身高年龄等外在条件 都是非常匹配的 女嘉宾性格温婉 符合男嘉宾的要求 两人匹配指数90% 就是不知见面之后 两人能否聊得来呢 刚刚呢我们已经接到了今天的女嘉宾 姓唐的一位女士唐女士 然后呢你现在顺着我的手往前面看 这个前面有一块这个亲子活动区 有一个白色的这个像就是秋千一样的一个这个活动的地方吧 你看现在背朝着我们坐在那个上面的那一位女士 就是我们今天给你介绍的姓唐的这位女士 旁边有一个个子高高的 是今天陪她过来的这个她的侄女 那我们现在过去认识一下她们好不好 在过去之前呢有一个小小的信息 我要给你透露一下 唐女士呢现在跟你年纪相仿 大概就是5023岁左右的这个年纪 但是刚刚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她跟我说啊 虽然就是人到所谓中年了 但是呢她面对情感的时候啊 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有那种浪漫的感觉 还是希望能够找到年轻时候的感觉 所以你看她刚刚就是和她的侄女 在那边休息等你的时候呢 她们也就是自己去了一个亲子乐园 去小孩的地方玩 我觉得这个也是说明她现在一种心态 您自己对于这个唐女士的这种想法 你自己能不能够接受 也可以 刘大哥的性格其实应该到现在为止 应该也是 我也是心态很年轻的 对吧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 我觉得你跟今天的女嘉宾唐女士的想法 和观点呢还是比较吻合的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过去以后啊 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和建议 你看现在是她的侄女儿在推那个秋千 陪自己的大姑玩 那待会呢我们可以悄悄的把这个侄女儿呢叫开 然后呢你去推一推女嘉宾 行 让她呢能不能够找到那种心动的感觉 或者是找到年轻时候的那种感觉 好吧 而且推一推她 在生活当中也有寓意嘛 是吧 这好感觉嘛 互相携手助力嘛 好吧 那我们不说这么多了 赶紧过去吧 老婆刘大哥 那我们现在说话小声一点啊 不要惊动到她了 你好小刘 小刘你好你好 来 这是 这是今天介绍给你大姑的 也姓刘 刘大哥 你先旁边休息一下 我让她去推一下 好 好 刚才我在背后推那个女嘉宾的时候啊 心情还是有点紧张 也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 她说是感觉到放球下的事儿 推的力都不一样 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 庞姐你还有闲呢 在这一会儿啊 你该是电动球前的啊 过程小的动啊 我姿劳再给我推 你姿劳再推哈 你发现姿劳力气越来越大了啊 哈哈 我好像觉得我没感觉 我好像觉得很享受的那种 哦哦哦 早上不想下来了啊 关心越来越大的姿劳是今儿中午吃饱了的啊 哈哈哈 哎 好 你这两个可能把你推得到哪个大的力气嘛 你看吧 肯定是有 除了我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人在推的是啊 啊 两个男的在推的 我死了手 啊 你车过去看一眼啊 哈哈哈哈 还人啊 哈哈哈哈 来来来来来 我们帮那个唐姐扶一会儿扶一会儿 哎呀 好来来来 我们往前面站一点啊 唐姐有没有注意到 好刚刚后面侄女已经离开了 我没有注意到 我只是觉得还还在享受当中 哦 哦 落不死属的啊 嗯 啊 刚刚侄女是在后面一直在帮你推这个秋千 嗯 推着推着的呢 那男嘉宾就过来帮你推了 哦 啊 那其实呢我觉得她也有一个寓意嘛 对不对啊 生活当中两个人在一起 互相互帮互助 是吧 嗯 而且要互相助力啊 那刚刚你自己有没有感受到这种变化 肯定有感受到啊 啊 才说啊 我开始我跟她在这里 或者是推的很慢 我是觉得很快 感觉到好像 有快慢变化的感受啊 那你有没有感受到 刚刚大哥推你的时候 那种安全感 有没有 嗯 这样说的话感觉到一点 好好好 好好好 好吗好吗好吗 啊 看来唐姐呢是找到一点感觉了啊 啊 那更多的感觉呢 可能还需要接下来你们去 互相多了解一下啊 啊 看看生活当中大家是不是合适 好不好啊 我也正式的给两位介绍一下啊 呃 这位姓唐 唐女士啊 你好 你好 这位姓刘 刘大哥啊 来握个手认识一下吧 来来来 你你们两个今儿穿着衣服还打呀 哈哈哈 夹着一样啊 好吧 那这个秋千当够了没有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以后再当 以后再当吧 以后又再当吧 那我们就要不找个地方先坐下来 你们可以聊一聊 行行 但是看到她的事儿呢 印象还是比较可以 比较老实的一个人嘛 第一印象还是看起来很满意的 相貌比较善良啊 是一个过鸽子的一个好女人 看来两人的第一印象都还不错 那么在接下来的交流当中 两人能否顺利擦出爱的火花呢 对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 为了回归大家呢 对于凡人有喜的支持和喜爱 那我们的节目呢 增加了一个实时的有奖竞猜环节 我们的观众朋友呢 可以在节目播出当天晚上的 9点到9点5时之间 拨打8805 8805来竞猜 当期节目的嘉宾是否签手成功 那如果猜对的朋友呢 就有很大的机会 获得呢 由凡人有喜线下互联服务中心 为您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那么大家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805 8805一起参与进来吧 我现在住在南平 临时住在南平 我是去年十月份在重庆 回重庆 19年 19年以前在重庆 19年之后就没在重庆了 一直在外地 因为我们做金融工作嘛 金融的那种理财嘛 大家比方 你工资差钱啊 找到我们 我们给你用资嘛 用到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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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了之后 我们就提成嘛 这种方式 那你自己有房子吗 自己房子原来以前不是那个 两棵子买了嘛 买棵子现在分了 分了之后那个房子 那你连你消息你还不介意哦 哈哈哈哈 旅大三宝金转嘛 哈哈哈哈 那你那个你以后的话 你是在重庆生活吗 还是在哪呢 肯定在重庆嘛 我是重庆的 肯定重庆嘛 重庆这边几十年的 习惯了嘛 但是要有个地方住啊 地方肯定嘛 我现在还不是地方嘛 我现在那个 那边大多个不是还有房子嘛 那你以后能够搭上来啊 你就是说 嗯 整年走在一起的话 整年走在一起的话 基本上在重庆比较多嘛 现在一个人呢 反正全国各地到处跑嘛 基本上不得重庆的很少吧 有时候两个月 两三个月回来一次 去年回来稍微多一点 前年回来比较少 因为我们做我们那个工作 等于是 都是上面提供信息嘛 那个地方一般用资 都是用几个月嘛 有些是时间长的话 用大半年嘛 那一次我不是马上要到内蒙古嘛 内蒙古区肯定基本上有半年嘛 六月份才回来 你现在你是跟你那个 跟你子女一起吗 还是那个 没有 没有子女嘛 没有子女 是跟到那个的吗 没有啊 当时没有啊 没有啊 对 他现在那个 他现在住在养孽品 但是我们没联系 一直没联系过 但是子女应该还是 因为多不了的啊 肯定是要联系的啊 不是 我们当时结婚结得比较快 没模糊 你要一个模糊 健身在一起模糊 交流啊 我们没交流 当时我们时间比较短 这个他也是家里的宝贝啊 我也是在外边独立成长的啊 就是说那个性格没有和在一起 时间一长了之后 就有点那个矛盾 怪我 我的责任比较大一点 看得出来的 嗯 但是现在我随时我都有点怕 都怕与东西才说 脾气不好的国方面 哎呀 我跟他这些 我从来没打过没骂过 我们这方面还是 但是我肯定我的过性比较强嘛 因为首先第一 不可能用女的钱嘛 你本来都赚不了钱啊 嗯 对 那你现在你的收入 还是才说能够维持到这个 一个家庭 收了肯定啊 我们那个工作 肯定比上班强大了嘛 我们都做得差 别跟我朋友做得好的话 什么都有的 那你选择 你能给选择 选择来找一个人 说说大了嘛 父母亲也着急嘛 家里的亲戚朋友啊 隔壁邻居啊 是吧 都经常挂国文嘛 是吧 那么大大的人说 还是孤身一个人嘛 是吧 有时在说一说的心理上 我本来我也不想结婚 我也不想找 但是他们经常说经常说 就说了之后呢 就心里有压力了嘛 是不是 你跟那个父母亲 是在那个 在老家吗 父母亲在老家 但是啊 父母亲现在年纪大了 肯定到时候肯定要接过来的 但是 因为我一直 对父母亲都有点愧疚 我肯定是希望 他跟我住在一起 虽然说我这边有亲人 但是我希望跟他 跟我住在一起 因为男人嘛 我很少 因为粗心嘛 很少跟父母亲打电话 所以有点愧疚嘛 以前嘛 是吧 一个人 现在有两个人了 之后我就希望我的对方啊 希望他多关心我的父母亲 我同样的将心比心嘛 我喜欢把他的父母亲 当自己的父母亲对待嘛 这个人之常情 孝心 孝敬父母也是应该的 他不介意 以后我们两个人再去了 之后我把父母亲接过来 他不介意 我觉得他是一个心的善良 还是一个孝心的姑娘 我现在我是那种情况 我现在我有个儿子善 以后的话 可能要跟我生活在一起 就是那个 应该不都会介意吧 哎呀 两个人只要住在一起了 都不存在 我原来以前 他那个女朋友嘛 我还不是 他也是住在我家里 我也是住在家里嘛 他跟儿子 还不是在一起嘛 虽然说他儿子当时反对嘛 我那个时候也过心强啊 反对我就算了 我就走了 其实我们也能走在一起 他也不介意我的娃儿跟着我 但是那一点呢 我还是比较满意 我跟他聊天的时候 看他有点温柔 我有时候外向心 还是有点富不 叔叔平时 喜不喜欢喝酒那些 厌酒不喝的 但是我一个小毛病 就喜欢吃 喜欢吃 吃 对 喜欢好吃 你没有啥子啊 同事应该出去吃吃 啥啥啥那些 那你打牌啊那些 打牌原来以前不懂事嘛 确实打 确实经常打牌 就像商务 商务啊 把工作忙完了之后 下午打牌 最后我换了个工作嘛 换了我现在 专门做那种金融理财嘛 就把我打牌的缺点 就排除了 就没有时间了 到现在也不能打了 解交了 就相当于解交了 你那湖北那边 打人之所以 风气肿不肿啊 湖北好一点 虽然说我跟我老婆 离婚了 也有我的缺点 但是我主要是 把她的缺点下改正 但是我没跟她说 她是到现在 我也没跟她说 她肯定还是误会 我都喜欢听老婆的话 因为老婆肯定对我好嘛 反正母亲感觉 好像所划的事 都还很多男的 感觉我 没得打了 只注意不是很远走 因为平时会不会 我有点钓鱼 那些情趣爱好 钓鱼钓得很少 因为工事现在忙 因为我经常在外地 在外地 回来的时间也有时间 因为一个人回来也没有意思 比如说以后有家庭了之后 肯定是以家庭为重 看得出来 男嘉宾和女嘉宾 在许多问题上 还是能够达成一致的 而侄女的加入 也让女嘉宾了解 到了更多的信息 然而 经过这样的一番深入了解之后 女嘉宾 她也有了一些自己的顾虑 唐姐和今天这个刘大哥 聊完了以后 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她这个工作问题 经常长期在外面 差不多大半年都见不到一面 还是有一点不现实 她刚跟你说的是 大半年都见不到一面 基本上都是在外面出差 这些 都是在外面做事 她现在不是人在重庆的吗 她人在重庆 她只是偶尔回来 在这边办一下事 基本上都在外面的情况多一点 因为她现在 她自己还有自己的事业 对 她总比在家里天天喝茶 打麻将好吗 你不是你前夫打麻将 你又不喜欢 她是老是这样子也不好 比她来说老了吗 她比她来说孩子 她现在你们还不老吗 你让她出去打拼十年 她六十岁 她肯定跑不动了 她就回来了嘛 而且她出去挣钱 你在家里用你不好吗 人家会不会有这方面的担心 因为找老伴的话 主要就是说 团结一下孤独嘛 常年不能陪伴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问题 你也觉得 跟大姑的想法一样 对 唐姐主要担心的是什么 那肯定是才说担心不够啊 她长期在外面的话 也照顾不了家里啊 所以这一点也不得不考虑啊 那我刚刚在想 有没有一种可能啊 唐姐你自己喜不喜欢旅游 旅游肯定是喜欢旅游的呀 对吧 喜欢旅游的 哎 都是三里可妈子里一说的通 打比方说哈 她接下来可能要去内蒙出差 你以前去过没有 没有去 那你就跟着她一起去嘛 哎 首先第一 她到内蒙去 她白天去上她的班去做她的工作 你跟着一起还可以过去玩一玩 然后呢去了以后呢 你们互相又有一个照应 互相照顾 对不对嘛 主要还是放心不下自己的儿子 你刚刚来了时候 你不是说儿子大了吗 你可能内蒙回来以后 你儿子都成家了 我刚刚说过 我现在在这边 我因为还有我的事啊 我提出来的这种可能性 你觉得它有没有可能 但是也有可能是 是也有有这种可能 我觉得可以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当然话又说回了 我觉得我也应该呢 我们来问一下刘大哥 看看她目前这种生活的状态和想法 那到底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对吧 是短时间之内呢 还是说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这样子 那面对女嘉宾担心的 长期出差在外的问题 男嘉宾又会做何反应呢 他们提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你未来的这个 就是这个所谓的事业的问题 时间的问题 我听他们说是 你马上接下来要出去啊 你要出去去哪啊 现在还基本上还有三个地方 什么温州啊山东啊还有内蒙啊 但是我现在未定下来 要去多久呢 去基本上一般都是半年以上吧 有可能是三个月啊半年啊 那如果真的是 就是唐大姐愿意跟你接触的话 你这一走走半年怎么办呢 如果我跟他有这个缘分的话 到时候我就可以抽时间回来嘛 你抽时间回来你也累啊 因为我们的工作是自由嘛 自由也可以随时回来 因为我为什么现在我不回来嘛 因为一个人回来也没有事 无牵无挂的回来干嘛 对对对对 回来也是一个人的 男人是自在 我跟你出一个这个主意啊 刚刚我给唐姐也在建议啊 如果说你比如说你接下来要去内蒙去半年 这大姐也没去过内蒙 她跟着你一起去可不可以 跟我去啊全国国地都可以放心 可以是吧 可以 我觉得就可以对吧 因为去了以后 你们互相也可以照顾嘛 对不对 你白天在外面忙自己的嘛 那大姐还可以给你做做饭呢是吧 晚上你们也可以互相陪伴一下 而且呢白天你去忙你的嘛 唐姐呢也可以自己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对对 但是话又说回来啊 这个是暂时的办法 你现在50岁你10年以后呢 毕竟作为以后要跟你在一起的人 他始终还是会希望 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 特别是上了一定年纪之后 你说你二十七二岁的时候到处跑还可以 我现在重点是想听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对于接下来自己未来的计划和打算是怎么样的 因为现在一个人拿我 但是我的目标现在在大海街上 在两三年之内啊 今年的就是在外边 三年之后 我就基本上在重庆这边就不往外里走了 唐姐这个可不可以介绍 两三年的时间 如果是短暂的话呀 还是可以考虑一下吧 时间长了的话 那两三年 还是有点长 但是有时候耍一耍的可能就过了 你这个内蒙的时候玩半年对吧 你山东玩半年就是一年了 你再去两个地方就两三年了 就是大姑我觉得现在就是 还没有孙子的话就是都还无所谓 嗯 你现在不趁着 你现在不趁着年轻你到处走一走 我跟你讲你到时候更没有时间了 既然他这样说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吧 嗯 因为我的工作长期在全国国地 如果以后他退休了之后 我也可以带他到全国国地旅游啊 到处可以过那个候聊的生活也行啊 在特派缘和侄女儿的一番劝说之后 女嘉宾表示还是可以给个机会继续相处了解 于是在接下来的约会当中 男嘉宾决定带着女嘉宾去感受一下小火车的乐趣 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拉近彼此的距离 对了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 为了回归大家呢 对于凡人游喜的支持和喜爱 那我们的节目呢 增加了一个实时的有奖竞才环节 我们的观众朋友呢 可以在节目播出当天晚上的9点到9点5时之间 拨打8805 8805来净猜 当期节目的嘉宾是否签手成功 那如果猜对的朋友呢 就有很大的机会 获得呢 由凡人游喜线下红练服务中心 为您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那么大家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805 8805一起参与进来吧 今天天气好啊 好多人啊你看 你看那个灯头都还没去啊 新山你出去玩啊 有出去玩 一般在哪个地方啊 一般最喜欢我哪个地方走 不是也没有走很远 还是想出去玩一下 我是全国国际都走偏了 说原来以前飞机啊火车都很少坐 现在都不想坐了 现在中国比较发达 现在什么高铁啊速度快 比原来的火车快很多 说刚才坐的多不多嘛 很多 重新高铁到成都有要进 那时到国际带你转一转 你现在最想往哪个地方走啊 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北京 北京啊 要去长城 北京长城我不去过 但是北京我不去过 我零四年去过 去前年去过 北京还是好地方 赶紧 大 路话高到比较好 我到那边带了大概教你一波云 你走的地方很多 哎呀我们那个工作不一样嘛 搞销售 全国国际到处跑 以前你坐过飞机 哎呀现在都不想坐飞机了 就这样坐着火车啊坐着高铁 安全嘛 哎呀以前啊都想出去玩 现在都不想出去了 我已经首都嘛 对 我的这个人民大会堂啊 还有什么那个医活园啊 都跟他们在一起都玩过 哎呀太大 一般要准备一千啦 半天的时间都不够 哇这是真的好热闹 对 对你看 还敲夹着火 以前还从来没有这样享受过 对 你看以前昆明我是 就今天我到昆明嘛 到昆明年 哎呀 路话说是超一流 那个火车坐前是舒服口山 没坐过那个火车 小火车坐 小火车坐 我们现在都是小火车知道吗 享受童年时光嘛 你几个玩了真的 没有 没有 你没在玩了 你是没摇歪还是在你老婆那边摇歪 没摇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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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边摇歪还是有摇歪 哎呀 哎呀 不过现在为什么其实不早还好起 早上车坐在这里了 早的肯定有好处吧 不是吧 你一边是在一起两天嘛 不早的晚上睡觉一个人睡嘛 是不是 很孤单嘛是吧 对 对 跟他在一起坐小火车的时候啊 我感觉到我还是多开心的 有一种 两个人出去旅游那种感觉 跟他一起坐小火车的事呢 还是有点开心 像回到我童年那种感觉嘛 还是比较开心的 好 唐先生 欢迎 欢迎 欢迎到萊梦 好 来来 大哥也下来吧 好好好 哎呀 怎么样 坐了两圈小火车 感觉挺好的 很开心 开心对不对 你看嘛 有时候就是这样 你出去以后啊 哪怕你就是在我们熟悉的地方 动起来 心情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那刚刚虽然是一个小小的互动 但是我觉得多多少少呢 可以先让我们堂姐去找找感觉 找一找和大哥的感觉 找一找出去的感觉 在那个小火车体验完了 接下来都看你们有没有的机会 到时候刘大哥真的要带我们堂姐 起天啊 坐大火车 到雷蒙草原起的感觉了 对对 当然会不会有这一天 就要看今天你们二位最后的选择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能就要开始做 最后今天的选择 堂姐可以再考虑一下 大哥你自己也还要考虑一下 好不好 没哪个大事呢 大哥 但是我觉得哈 还是有点不限时的 他这个工作原因一定来送给圆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主持人说的 也还是 还是可以 因为你现在 像表哥都这么大了 也不需要你在屋头 把天天看到起来 你也可以个人出去刷一会儿算 追求一会儿个人的幸福 如果说是你们后面接触比较合适的话 但是要说哈那个条件来 黄字啊 经济啊各方面来说 还是那个 但是来说的话 关键还是有点 而那个 必须他出差时间多嘛 还是有点不稳定 如果两年时间 如果他能回来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说 不稳定了 可能我感觉说话还是都会哪个人 挺外向的 还会说 我感觉挺 那个嘴巴引起来 把他说 要说外国方面那些条件来说 还是不错的 关键都是那个 还是有点觉得不稳 工作 这种工作的话不稳定 就是我看以后 那是以后的 几年以后的事了 房子的心里面有朋友 从里头是从一个 里头是担心他工作了嘛 对 我觉得也不算什么 那其他方面你满不满意吗 其他方面要说还是可以的 长相得先 阿哥方面再先 我觉得长得也还行 那个其实都不重要 一般年纪的 只觉得反正有一个稳定的家 还是踏实一点的 考虑一下吧 也只能说是 嗯 接触一下 我感觉他今天还是 就是采访的时候还是有点紧张 但是刚刚思想聊的时候 嘴巴挺回首的 我觉得跟你性格方面的话 就可以复补 然后跟他说话也 也不是说像那种毛皮皮 这样子 只要不难度的话 我觉得都还是可以 后面就是要看他要重新带好局务 对啊 还是了解采访 采访的 到底是真实家 显然 侄女的态度是非常支持的 也在努力地促成着两人的牵手 不过此刻的女嘉宾 还是有些纠结的 那么经过一番考虑之后 女嘉宾最终又会做出 怎样的决定呢 好 虽然现在这个阳光依然非常的好 啊 呃 但是呢 我们相处了一天下来呢 时间也差不多了 所以接下来呢 就要开始做今天最后的选择了 啊 那选择之前 我觉得照例我还是想问一下啊 在乡亲的过程当中呢 南方的态度应该要主动一点啊 那刘大哥 马上要做选择之前 你自己还有没有什么话 向这堂姐说 嗯 我觉得我啊 嗯 嗯 以后啊 在尽量地在重庆 多待一段时间 嗯 嗯 少到外面去 因为组合一个家庭也不容易 那么两地分居也是很老婆的 嗯 嗯 尽量地 多待重新呆呆 好 但我大概也能够感觉得出来 首先第一 那大哥既然说这个话 那说明呢 对大姐是有好感的 是吧 也是希望能够跟大姐 还有将来的可能的 否则呢 她就不会做这个表态了 第二 我也感觉得出来 那么刘大哥呢 对于自己未来的重心 自己也有一些调整 那么其实我觉得 唐姐听了以后 你应该自己心里也有数了 那么对于你担心的问题也好 还是对于大哥的态度也好 你自己心里应该也能够大概有一个颠量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做最后的选择吧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今天最开始见面的地方 是吧 唐姐你看身后就是 开始你在那儿 就是等大哥的时候做的那个鞦韆 当时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选择见面呢 因为大姐和她的侄女告诉我们说 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是50岁的人了 但是呢 我依然对于青春 对于年轻 是有自己的一些期望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亲子乐园 除了有鞦韆之外 那我身后呢 还有一个翘翘板 来两位我们一起到翘翘板后面 我再给你们讲怎么选择 来吧 来唐姐 这个翘翘板呢 其实大家都不陌生 两个人一人坐在这个板的一头 你高我低 你高我低 但事实上呢 我觉得她在两性关系当中 在家庭当中 它也有很好的这个意义 首先第一啊 这个翘翘板 它是一个人玩不了的 必须得两个人才能够玩 所以这就好比我们在情感当中 互相的一种陪伴 同时呢 在翘翘板玩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互相的还会有一些改变 我低一点 你就高一点 对吧 我低一点 反过来你就高一点 在生活当中 两个人可能有意见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我把我的姿态放低一点 我让你高一点 我也辅助你 让你高一点 大家在生活当中 就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 那么待会呢 咱们的大哥可以先到翘翘板的一端 坐好 在这等待大姐最后的一个决定 那唐大姐 你如果想好了之后 你愿意给大哥一个机会 你也可以坐上翘翘板的另外一端 你们俩互相配合 走好以后未来的路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离开 那么大哥自己在这等待他新的生活 好吧 那么接下来 那刘大哥你就可以先上翘翘板这边 等待一下 我们最后看一下我们 唐姐的选择吧 二游戏 我来等你 MING PAO CANADA 好 最后我们看一下唐姐的选择 三 二 一 请选择 恭喜 恭喜 来你们急去挡窃 急去挡窃 我觉得刚刚还是有一个细节 大哥真的还是很细心 因为刚刚大姐走过来的时候 这个翘翘板可能有点高 大哥主动站起来 把这个翘翘板放低 就好比放低自己的姿态是一样的 为了更多的去帮助对方 或者是为了更多的去照顾对方 是不是 好吧 首先还是恭喜 然后接下来你们就可以在这个翘翘板上面 最后享受一下冬日的暖阳 好不好 当然更多的 我是希望在接下来你们二位的接触的当中 真的就像今天这个翘翘板一样 大家更多的需要的是配合 更多的需要的是宽容 更多需要的是去为对方考虑 也希望最终能够找到你们各自的平衡 好不好 谢谢 祝贺你 谢谢 恭喜唐姐 好不好 好 我们第二日前 其他的观众朋友 大家如果也想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 也想来相亲的话 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805 8805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到龙湖吸引车二楼 反而有起线下互联服务中心来直接报名 爱情靠争取 无为爱不放弃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节目再见 拜拜